我们看到有一个等边三角形ABC 它的面积是36 RQ垂直于AC QP垂直于BC 还有PR垂直于AB 那么题目要求的是 三角形PQR的面积是多少 那么说到等边三角形呢 我们分析一下 它所隐含的一些信息 那么等边三角形 三条边是相等的 AB等于BC 也等于AC 而且里面的三个角都是相等 分别是60度 也就是说这个是60度 这里也是60度 这个也是60度 这个角 也就是30度 因为这个是90 还有这个是90度 这个也是90度 所以这个呢 就是30度 还有这个 同样也是30度 那么剩下来 里头的那个三角形 RPQ呢 三个角 这里 显然是60度了 因为一个30 一个90 剩下了 这个就是60 那么同理 这个也是60 这个也是60 里面的这个三角形 PQR 也就是等边三角形 在外面的这个等边三角形 ABC呢 假设这里有一条高 假设有一条高AM 垂直于BC这条边 这条高AM呢 可以把这个A的角 把它平分 而且也可以把BC这条边平分的 好 分析完刚才的一些信息之后 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里头的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那所以PQ呢 就等于QR 也等于RP 而且呢 BP呢 就等于QC 也等于RA 因为呢 在外边的这三个直角三角形呢 就是30度60度为内角的直角三角形 那么所以呢 它的斜边 BP 跟QC 跟RA 都是相等的 那再有 那再有 PC 这个短边 也等于AQ 这个短边 也等于 BR 这个短边 因为呢 ABC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PC除以QC 会是什么呢 也就是30度角的一个正弦 那也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 QC呢 就等于两个PC 因为呢 刚才QC等于BP 那么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得到BP呢 就等于两个PC 这里没问题吧 那既然BP等于两个PC的话 我们也可以换成 PC呢 就是 三分之一 个PC 再分析一下这个三角形 PCQ 按照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的定理呢 我们可以得出 斜边的平方 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 也就是 PQ的平方 加上 PC的平方 是等于 QC的平方 那所以 PQ的平方呢 就等于 QC的平方 减PC的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PQ的平方呢 就等于 两个PC的平方 再减PC的平方 因为刚才 已经证实了 QC 有两个PC嘛 那么所以 就等于 三个PC的平方 那么所以呢 PQ呢 就等于 根号三 乘以PC 那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有一个 三十度和六十度的内角呢 它的高 它的一条直角边呢 长的那一段 长的那一条呢 PQ呢 就是等于 根号三乘以 短的一条直角边 PC 那么同理呢 这个AM呢 也同样是 根号三 乘以 MC 这里没问题吧 我们再看看 这个等边三角形 ABC的面积 是怎么算的 等边三角形 ABC的面积 就等于 二分之一 底 BC 乘以 它的高 AM 好 也就是 等于 二分之一 乘以 BC 再乘以 AM 刚才 AM是 更号三 乘以 MC 那我们这里 也可以等于 二分之一 BC 乘以 跟哈山 再乘以 因为 MC呢 是一半 的BC 那也就是 二分之一 的BC 那我们可以得到 这里就是 四分之 根号三 BC的平方 那么对于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的面积呢 其实就是 PQ 的平方 中间要求的那个等边三角形 PQ 的面积呢 是 四分之三 四分之根号三 乘以 PQ 它的边的平方 因为呢 已经证实了 PC 是 三分之一 的 BC 而且 而且PQ呢 就是等于 根号三 乘以 PC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 PQ呢 就等于 三分之根号三 乘以 BC 根据这一个 公式 我们就可以 得到 要求的这个三角形 PQ R 的面积呢 就等于 四分之根号三 乘以 PQ PQ呢 就是 三分之根号三 BC 的平方 那么这里也就是等于 四分之根号三 乘以 里头是 九了 根号三 再平方 是三 再乘以 BC 的平方 好 题目的其中一个条件 它说 它的面积 是36 根据刚才 三角形 ABC 的面积 是36 因为根据 刚才的推断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三角 等外面 等边三角形 ABC 的面积呢 就是 四分之根号三 乘以 它的边 的平方 也就是 BC 的平方 这里等于 36 那么所以 这个BC 的平方 我们就可以得到 36 这里乘四 下面除以 根号三 好 我们可以把 这个BC 的平方 的数字 带进去 那么 这里就变成 四分之根号三 乘以 九分之三 再乘以 BC 的平方 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是 根号三 36 乘以 四 好 终于来了 把这些数 再化解一下 把四 消掉 根号三 也消掉 这里就是 九分之三 乘以 36 那么 结果就是 12 中间 的这个 等边三 角形 PQR 题目要求的 面积 就是12 好 谢